校長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畢業生及畢業生的家長們 以及在校的同學及同仁們 大家好 首先我要恭喜學弟妹們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學習階段 即將開啟另一段人生的旅程 也要恭喜所有的畢業生家長們 你們用心栽培的孩子 將是台灣及世界未來的棟樑 同時 我也要感謝所有師長的辛苦及教導 在這裡要致上最熱誠的致賀與敬意 中國醫藥大學秉持以學生為尊 以教師為重 以學校為榮 的核心價值 培養學生成為世界的領航者 在董事會的支持 以及校長的領導和師生同仁的努力下 邁向更卓越優秀的國際一流大學 在世界排名中 榮後2021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237名 為全台灣第二名 僅次於台大市立大學是第一名 在最新公布的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 創下史上最佳成績 榮後2020亞洲大學排名第35名 並且在US News及URAP的2020世界大學排名中 榮後全台灣私立醫學大學第一名 近幾年來 中國醫藥大學積極打造Smart University 發展創新教學 特色研究及世衛產業 希望成為台灣的Stand for大學 COVID-19疫情發生 中國醫藥大學領導進行COVID-19的幹細胞治療 AI診斷 醫學研究及藥物研發 已發表了158篇相關的論文 後疫情時代 全世界在生活形態 社會形態及環境發展方面 將有很大的變化 創新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關鍵 例如疫苗 藥物及世衛科技的研發 因此 我要以勇敢創新突破 持續追求卓越 勉勵所有的畢業同學們 唯有求心求變 追求更好 才能利於不敗與永續 創新的腳步一旦落後 很快就會被社會淘汰 即將踏出校門 充滿熱情與希望的你們 是台灣與世界不斷創新和發展向上的力量 你們要多天 多看 多學習 培養國際觀 才能跟上世界的腳步 在生活中 累積創新的力量 創新是創意加上執行力 有執行力 就能將創意理念 轉變成具體的行動 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每一小步都朝向大成就前進 我相信中國醫藥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 絕對有足夠的能力 沿接世界級的挑戰 成為世界的領航者 為實現這樣的理想 不論你是選擇繼續深造 或進入社會服務 我希望你們能夠培養五種能力 第一 判斷力 反思驗證並提示自己的看法 解決問題 第二 創造力 吸收新的知識和資訊 培養領域的能力 提升創意和創造力 第三 溝通力 以樂觀積極 熱情的態度 擁抱你的工作 培養良性溝通的能力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第四 協作力 具備團隊精神 與團隊成員互相合作 同心協力 第五 見證力 觀察世界的變化 了解世界正在發生什麼 世界如何在改變 提升個人的見證力 才能創造成功的人生 最後 希望你們能把母校當成自己的家 隨時回來看看 更方言加入母校即醫療體系的團隊 母校將全力支持你們 制服你們 展翅高飛 蓬城萬里 在未來的人生歲月中 持續成長 貢獻社會 敬祝大家平安 健康 視視獨立 心想事成 謝謝大家 謝謝